好来各位同学看下的题目 2003年中华民国南洋台湾姐妹会成立 在自主发声中 透过社会参与争取尊重 同年多个长期关注新移民议题的非移民组织和多位学者 律师共同筹组了移民移住人权修法联盟 就是要保障外籍移民的权益 然后藉由对移民政策提出建言 促进社会的对话 保障基本人权 上述两个组织主要是为了争取何种人的权利 其实就是什么东西 外籍配偶 是不是就外籍配偶 所以答案就选什么 选C 这个非常简单